独家棒棒堂阿伟娶富千金皆二胎性别三千万投资年底现行 棒棒堂男孩出身的刘俊伟阿伟二年前赢取公司年营收高达147亿元国际五六创办人千金钱文艺豆豆夫妻俩育有一岁多女儿前前阿伟上个月向苹果坦诚二度当罢但性别还未知他昨晚开心地向苹果透露第二胎的性别是男生育产期在明年一月 不过儿子还未出事老婆却劝他考虑结扎而他三年前引进港试验茶点点心餐厅进台湾全台四间餐厅年营收破1亿元近来除了老婆豆豆怀孕好消息拥有生意头脑的他也正开拓事业第二春他将港试验茶的营收拿来转投资自创餐厅并在从香港代理前十大的知名美食 目前投资已砸三千万元二间新餐厅年底将在威风南山店开幕 谈到尚未出事的儿子阿伟表示 豆豆本来认为一胎就够了是自己希望有第二胎人生才能更完整他也希望女儿有手足的陪伴成长才不至于太孤单但豆豆却为了这一胎吃足苦头 平时较少运动的豆豆在度怀孕让他腰部十分不适阿伟说平时工作之余会替老婆按摩帮舒缓 他说女儿早上七点半起床自己也不敢贪睡会醒来照顾宝贝女儿等到上午九点保姆来接替他体贴早起之为了让老婆多睡一点而阿伟也会趁女儿起床前到住家附近的健身房操练身体也是他唯一的放风独处时间 阿伟表示现在暂时换老婆度中的儿子叫兄弟他还不时大具地对儿子说兄弟等你出生以后晚上十点倒垃圾的工作就换你了 他苦笑说没办法男人出生就是要扛比较多责任就从倒垃圾做起 而对于老婆逗逗劝他结扎阿伟认为在医生护士面前掏出来有点害羞 也不知道是否会不会痛进松口若有机会会尝试看看 阿伟说儿子将在明年出生二间新的餐厅也准备在今年底开始营运扛众多员工的生计 自己投资了这么多钱压力自然不小 他认为开餐厅其实就像是在走钢索烧一不胜恐怕就关门大吉 因此他对施案问题特别关注 对员工一切也遵照劳机法的相关规定 未来更打算效仿王品瓦城等集团 以他自己及老婆的名字打造伪斗餐饮品牌 持续引进新的外地美食餐厅 让台湾民众常先又享口福 而除了餐厅副业外 他与陈国坤竹原港片全道也预计在年底上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Ooo O One